夢搖烤地瓜 底下炭火燒得紅通通 熱騰騰的地瓜出爐 不少民眾聞香而來 出乎機 連續數月以來 地瓜又貴又缺 還被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列為行情預警清單 以台農66號紅心地瓜來看 8月份每公斤批發價 僅15.4元 10月8號小捲颱風過後 25.9元 之後一路飆破30元 12月9號行情每公斤32元 價格持續上揚 創下十年性高 我真的今年有一點貴 有的客人也是會覺得 今年的地瓜怎麼這麼貴 只會為你下家 這氣候的問題吧 氣候問題 所以有變貴就對了 今年的餐 另一攤賣烤地瓜 也賣蜜地瓜 業者一次購入50公斤 種地瓜 從三四百元 現在將近一千四百元 大喊吃不消 我都沒有去 都最不夠的 我告訴你 你承認舊的東西就是舊 我就是一個沒什麼 那就是要貴 菜市場炸物攤老闆也很有感 炸了大概快一倍 一倍喔 然後還叫不到貨 地瓜作物怕風不怕雨 恰巧種植出奇 碰上夾帶大量沙塵的強風吹襲 才會使得產量大減 價格連番飆漲 夏天熊將導臨是黃莫真